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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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回应这两个大使命呢 其实在海外的神学院里面 我们这些年来就发现到说 回应这两个大使命的时候 有两门课程其实是很重要的 一门课程叫做护教学 护教学其实是面对传福音的工作 另外一门课程叫做世经学 世经学面对怎么样子正确地把圣经的话解释出来 只有正确地解释圣经的话 才能够产生真正的力量 因为神的话安宁在天 因为神的话句句都带着能力 所以这两门课程最近这些年间在海外是非常看重 那么什么叫做护教学呢 当开始你听到这个名称的时候 你可能会有个错觉 好像我们要来研究个学问来保护我们的信仰的情况之下 我们何德何能呢 从神所启示的真理信仰哪里需要我们保护 护教学的护不是保护 护教学的护是维护 是怎么样 向那些不信不认识信仰的人 清楚地解释我们的信仰 这叫做护教学 以前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人家有问题的不要问 信就好 随着知识的开发 人类整个的这个文明水准的提升 你现在要再跟人家讲说 不要问你只要信 不容易 很多人的看法不一样 我们举几个例子来看 我们就明白 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所以我们常常有的时候讲有几个大的方向 第一个方向我们会讲说 有一位神 神爱我们 第二个讲说 人有罪 人没有办法靠自己胜过罪 第三个我们会讲到说 神预备了一个救恩 透过祂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 因此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因性称义的一条途径 我们可以白白的领受 第四个我们在主的恩典里面用信心回应 这我们传福音讲这好像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很重要 你的福音里面要包含这几个项目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这刚刚所讲的这四个大方向 对于一位木道友对于一位非基督徒来讲 每一项都有功耗 第一个 你说神爱我 他第一个问题就是有神吗 你怎么这么有神 你讲神爱我好像一变成一个定力一样 他想说你真的有神吗 第二个 谁是神 哪一位是神 我们各个宗教里面都有自己的神 你讲的神爱我的是哪一个神 为什么只有祂爱我 第一个 你就会碰到这个问题 第二个 你说神爱我 很多人马哈的那个反应就是 有吗 神又很爱我吗 我们看看我们周围的环境里面 充满了各样的苦难 充满了各样的难处 神的爱在哪里 你们基督徒会不会自己画的圈圈把自己包在里面 也不甚至手虑 一天再晚讲神爱神爱 我拿出一大堆的证据告诉你神不爱这个世界 你要不要真实地面对 哎呀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接受 神爱我谁会问这个问题 问题是说当你不在教会里面你将别人传福 别人就会问你这个问题 你要怎么样回应他 第三个问题你说人有罪 他马上就问你什么叫有罪啊 如果有罪我就关在牢里面 为什么在这里 我们都说那个罪不是只是讲法律上的罪 管到我们思想行为 你为什么管那么多呢 没事找事啊 人生已经苦难够多了 基督徒就是一群喜欢制造问题的人 把自己绑在苦难里面 谁告诉你那个罪叫做罪 那个罪对我有什么影响 他也要问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按照你们所讲 人世间所有的一些都是神 所创造的神是组长一切的话 罪是不是他造的 如果罪是他造的话 我有什么责任 怪不得你们的神要叫你爬到儿子去死啊 自己捅了肉子自己收吗 可以这样挑战你啊 挑战你怎么办 你说有罪 谁要用那个罪来顶 第三个 你说有一位爱子 说耶稣 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今天基督徒很感动 问你两个问题 第一个 耶稣是谁 你说耶稣是圣子 是三位 也是神一位 耶稣为什么是神呢 你怎么证明耶稣是神 如果你跟基督徒说 所有的宗教里面 拜的都是偶像 都是人 人不会变成神的 人怎么会变成神呢 你们不是自相矛盾 一只只矛工只只盾就够了 你要怎么回应 耶稣为什么是神 为什么他死在十字架上 跟我有关呢 好 我们今天基督徒很喜欢描述 哇 十字架上钉子打进去 说那个痛苦 我们痛苦流流 很痛苦 你是不是第一世纪的时候 这样子被钉死的人一大堆啊 不是只有耶稣啊 那时候在罗马帝国里面 这是一个刑罚啊 那为什么耶稣就这么感动呢 你如果用感性来接触的话 你眼泪会流不完啊 那时候一大堆人啊 那么耶稣实在实际上 跟我就有什么关系呢 你要不要回应这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讲因性称义 所有的宗教都讲说 做点好事基因 得修条普路 做点善事 我们才能够跟老天爷 换一点恩典嘛 你们基督教的那么简单 信就好 信就好 便宜的美好货 你知道吗 那那么简单呢 你要怎么回应呢 什么叫信耶稣呢 就这么简单嘛 难怪今天有很多人 请进教会里面 糊里糊涂的 以为我行耶稣了 我举手了 我觉知了 我受洗了 我将来就等着上天堂了 你做梦了 我们实在对每一个这些事情 你都要解释 那么今天要问一件事情 当个人这样问你的时候 你预备好了 你看他讲 不要问那么多信就好 那他就告诉你 你就是迷信 你就是盲信 你的事情都搞不清楚 你还传什么东西 那你要怎么预备 你跟人家说 你不要问那么多嘛 这是圣经上说的嘛 他就告诉你说 那佛经没这么写啊 那你要信基督教 你就要信圣经嘛 所以基督教变成 宗教里面的一个 那如果是宗教里面一个 我为什么要选基督教呢 为什么要选个洋教呢 基督徒干嘛输点皇族啊 我们中国人有佛教有道教有民间信仰 你们干嘛这一群人跑去信基督教 圣经对我们是神的话 是最高的支援 我知道原则 对非基督徒来讲 它不过就是一本书 你要怎么回应 你怎么证明圣经是神的话 你要不要证明 你要从什么方法来说 你要不要回应有些人会挑战我们对于信仰的一个态度 说基督徒如果讲说你们的神是全爱的 是蛮有慈爱的 我们是不是这样讲 是 我们是不是讲我们的神是蛮有能力之全能的 是 那么请你们解释解释 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苦难 你们的神如果是全爱的话 祂就因为爱我们把苦难解决嘛 祂又是有能力的那一位 祂有能力又看见我们被祂所爱的这群人落在各样苦难里面的情况之下的时候 祂会不能不动 祂在干什么 所以以果推因 你们的神既非全能也非全爱 如果祂是全能的话 祂应该解决问题 如果祂是全爱的话 祂也应该解决问题 可是祂都没有解决 所以祂不是这样的一位 你们自己在那边画给踪迹 你要不要回应 对方提出来的是事实 是这个世界的真相 那你怎么办 有人打开圣经 你们的上帝简直莫名其妙 把一群人从埃及带出来 把那家迦南的侵入的人 就把人家杀光 就把这群人放在那里 全世界最大的恐怖主义者就是你们 嘴巴不敢讲啊 别人可不客气啊 你在教会里讲讲看 马上被牧师扫出去了 可是你出去传婚姻呢 当别人这样讲着你怎么办呢 他才不怕你牧师扫出去了 他根本不想进来 是你要把他拉进来 可是你怎么拉 你怎么发现 你怎么发现在圣经里面 在我们所要传讲的这个信仰里面来讲 你如果今天真的要进到社会里面去 你就要面对这些挑战 其实这些挑战我们越来越发现 这些挑战不单单只是对外 多少时候对教会里面也搞不清楚 多少清楚在教会里面也就浮里糊涂的 信仙书有平安有喜乐 过来看看福安没有 至少信仙书将来上天堂了 基督教的信仰变成饥肋一样 持之无畏 持之可惜 持之无畏是因为信了半天也不一定有用 持之可惜至少将来也会上天堂了 你要怎么面对 你如果不做好准备 你今天出到这一个知识包扎的时代 网路这么通讯 各样的资讯都在网上发达 你如果都不回答 别人就会告诉你说 你继续留在你的迷信里吧 我走我的路 第一个部分 你觉得你的信仰有被挑战吗 你如果觉得你有挑战 我觉得有感谢 我告诉你我为你感恩 你整个今天被挑战 你也不要出去被别人挑战 你在这边接受神学院论装备 你也将来要出去做牧师 你要带领迎接教会 你怎么带领 第二个问题 所以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只让你们等待到世界的问题 主耶稣吩咐我们的话都在这里 这本圣经里面的话 对基督徒来讲 是我们最高的指导原则 但是当一个人打开圣经的时候 你能不能准确地回应他们 你要怎么看这些问题呢 圣经里面有一句经文 大家都很喜欢背 传福音说常常用的就是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身赐给他们 教一切信他的不知灭往返的永生 有没有读过这句话 五个话很熟啊 对不对 这句话我们耳熟能详 可是你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对你来教 会不会有很多的挑战啊 第一个神爱世人 当然你要先面对刚刚我所讲的 我就要先去处理那些问题 这个问题你有没有是 你想问问题 神爱世人干嘛把你的儿子给我啊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身赐给我们 我们是感觉到 哦好感动 他把他的儿子给我们 你有没有想到他干嘛把儿子给你 今天对这个世界上面外面的人来讲 他们比较希望的是神爱世人 每一个人给他一千万人民币 这比较好 如果圣经是这样记得的话 照教会早就记报 我们常常有的时候觉得 我们要的神 你们给我的 你给的我不一定要 你是不是知道神爱世人 将他独身赐给我们的意义 到底在哪里 今天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们 真的那么可恶说 神把儿子赐给我们 真的那么重要吗 还是我们觉得说 你把儿子赐给我的 感谢主的最好的给我的 那么赐掉的也给我吧 来个五千万 来个两千万嘛 你要怎么回应 神爱我们 为什么要把儿子给我们 给我们儿子干什么 你今天都有神的儿子了 你真的快乐了吗 平安了吗 喜乐了吗 满足了吗 不再需要别的了吗 我们还有很多需要 还有很多盘工 你在读圣经的时候 你发现这本圣经 在旧约的部分 读完的时候 你会不会有一点点害怕 神把一群人从埃及带出来 帮他们放在迦南与密之地 迦南地 可是当旧约结束的时候 这一群人又被赶离加南 美地 以色列人南国北国统统灭亡 神你搞什么啊 我们信你就是保平安嘛 屈吉避凶嘛 结果圣经记载了 你如果仔细读诚实的去看 以色列人在旧约结束的时候 是亡国的 就算在波斯年间 他们能够在古典年间 能够回来 不过是亡国的身份 回来见地 这个神有什么好信呢 把我救出埃及 带进迦南 这个神可以 可是圣经却记载说 当旧约结束的时候 这个民族是亡国的 你知道在那个时代里面 如果一个国家被另外一个国家打败 那个意思就是 我所拜的神比你拜的神厉害 所以我们的耶和华输了 你知道吗 科姆斯感谢神 还有新约 新约的时候 以色列人仍然是亡国的 仍然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 仍然是亡国的民族 主耶稣复活生间之后 这群人还是亡国的 那你搞什么 你要信什么 我们基督徒一天到晚 在教会里面被教导说 好好读圣经 好好读圣经 我们就好好去读 读到后来读成这个样子 你要不要解释 你要不要从这个真理里面去回应 摩西在主的面前一身尊心服侍主 带领将近一百多万两百万人以色列人出埃及 那是多困难的一件事情 这群人 个性偏差顽固又硬着景象 服侍他们 四十年的时间在旷野带领他们 最后不过极大盘石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绪性的反应 不准进迦南 带出埃及 公上为成啊 进迦南才是完成啊 为三九人功亏一亏啊 最后是约束亚带进去 你从这个历史的事实里面 你学到什么功课 服侍神好可怕是不是啊 一辈子中心就戳那么一次 就什么都没有了 这是不是圣经的记载历史事实 那你还把服侍神 这堂课上完大家通通回家 这个神太可怕了 这么搞法的 而且啊他还告诉我们说 我从来没骗你啊 我已经写在圣经里面 没读是你自己的事情 读完了你还进来 你自己的选择 我们审真是这样子嘛 严苛酷吏嘛 稍微犯一个错误 所有的前面都一笔勾交 你要不要解释这些事件 你圣经里面不能是专挑那个 你喜欢的你要的 这真本都是圣经的 马太福音里面 所以说在真三宝学里面讲说 凡妻的寻找的就寻见 寇门的就给他开门 祈求就得着了 真的吗 在你的生命里面 这是真的经历吗 我后面讲说你看看 你们虽然不好不好 虽然还是知道哪好东西 没有儿子 没有儿子像求饼的 你给他势头 求鱼的给他舌 求鸡蛋的给他鞋子 不会的 你看我们人都会这样做 天不不思克制 别喜欢做这件事情嘛 你求嘛 所以有一些所谓的成功证学 有的一些乱节 对吧 你去尽量求嘛 你求求得不到 求得不到 是因为你下定单 下得不清楚嘛 对不对 你要一部车子 那上帝怎么给你的 你要讲清楚嘛 什么颜色的嘛 几个门的嘛 多少拍的 韩国的教会不就是这样来教嘛 你订单下来越清楚 上帝好出货啦 上帝变成一个工厂老板 阿拉丁神灯啊 那有圣经根据啊 圣经不就是这样教的嘛 你得生命 你得丰盛的生命 这不就是丰盛的生命嘛 耶和华说 赤得福死人 富足并不加当忧虑嘛 我们有富足嘛 这些经文都在圣经里面 你怎么办啊 那有人又告诉你 你得不到 得到是因为你信心不够 你知道吗 你如果信心不够 你就可以得到 所以每会有一些教会说 你要表达 对神的信心 你要十万块对不对 上帝还没有给你 先奉献一万 十一奉献先做 主啊我还没拿到 但是我相信你一定会给我 十一万块我先给你了 然后看神要给你 嗯 这叫做信心是不是 你在跟上帝做生意 一本万里 给他一块他给你十块的生意 太好做了 你要怎么回应嘛 这是不是今天有的时候人的一个心态 圣经说你的信心如果像戒菜种 你就可以移山了 你会有多大的信心呢 你真有那么大的信心来 拯救神要做事情去移山吗 先把三一的再说嘛 你如果三一的不能一的就是告诉你的信心 连戒菜都没有 你要有多大的信心 要不要去面对这些问题 你要怎么样正直的解释圣经 今天有些人得不到 有些人在各样的难处苦境里面的时候 从圣经面上来 我们大家来说方言吧 你不会说 不要请我们教你 我去承担个聚会 那个牧师就这样子 把圣经打开来 你们的圣经是狠的对不对 不要狠的念 值得念 你怎么值得念 你怎么这样做呢 你骂什么嘛 圣经是神的话嘛 他当然知道嘛 你狠的念值得念 他都了解嘛 念念念念念念念 念到后来 舌头打尖就说方言了 为什么要说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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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方言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承认到今天为止 在神的主权里面 方言的恩赐仍然有了 但是是不是像有的教会里面这样泛滥 方言是所有的恩赐里面 最容易造假的一个恩赐 你知道吗 反正我讲你也听不懂 你讲话也听不懂 我就随便讲 我在神学院念出的时候 我那个老师很调逼 他自己做见证 他说他跑到一个 这种方言的教会 里面打打的出方言 他就站起来 他是希腊文的权威 他把约翰遗书用希腊文背 第一章背了一遍 背完之后 还有一个人起来翻译 乱翻译通 他完之后就跟着那教会的长老说 我刚刚是真的讲方言 你知道吗 方言方言嘛 地方语言嘛 我在讲希腊话 你知道吗 你翻什么东西啊 乱来啊 你碰到这么经营 你就怎么办 你要不要在神的话语里面 去找到一些属灵的一些原则 大卫迎约会 用牛车去带 结果牛师前提 要到乌杀生所去服 一服就急杀 我的天啊 我不服这 让他坐在地上 服了还杀死 那我怎么办 约伯 上帝跟撒旦吵架 我吵得倒了没了 我变成你们两个人 就是丑嘛 踢来踢去 是不是这样 我可以这样讲 对不对 那三个朋友 在那边变了三十几章 最后约伯说 我不要变你变 我要跟神变 上帝说来出来 三十八章开始 神把约伯带出来 神怎么样对约伯们讲 约伯真是对不起啊 我跟撒旦吵架 打到他妈呢 你当把子 稍微稀释 反正末后的王要打 于心情的朋友 对不起 神是不是这样讲 上帝把约伯大骂一顿 说你出来 站在天地之下 我照天的时候你在哪里 我照这些动物的时候你在哪里 我管理事实的时候你在哪里 哦 你知道我们的上帝非常不懂得辅导学 你知道吗 完全没有同力心啊 今天讲辅导学 我先认同道 跟你在同文体学上 体会完了安慰魔头 这个狐狸 上帝屁头就骂 我已经那么苦了 你还骂我 约伯大概有被虐待狂 所以他后来说 我从前奉闻用你 现在千年奉闻 现在千年奉闻 对吗 你要不要这样去解释这件事情 你从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这样子 圣经里面在历维基里面讲说 有个叫阿撒谢勒 这到底是谁啊 什么东西啊 有以色人献祭的时候 一只羊献给爷道法神 一只羊献给阿撒谢勒 撒但跟上帝平起平坐 你们看到 一直给羊 一直给撒但去了 那是撒但吗 阿撒谢勒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有人说那是旷野的鬼魔 旷野的鬼魔 旷野的鬼魔 可以跟这位独一的真神平起平坐吗 一只羊给他 一只羊 两人平分纠色 那如果不是他到底是谁啊 你要不要解释 基督教圣经是无误的 绝对的标本的正确 诗篇三十篇的开头讲说 大卫见殿的时候做这事 大卫哪里有见殿啊 见殿的是索罗门的 那你怎么办 诗篇里面有一节经文一百三十七名说 把那个婴孩摔死在盘石上的人 愿你祝福他 我说好天眼 基督教圣你们在搞什么东西啊 有的人是那个诗篇 一个礼拜念一篇的 每个主人念 你刚好念天 念到那个主人 人家一个木道友进来说 愿那个把婴孩摔死在盘子 他的婴孩摔死在盘子上的 那人便问佑佛 哇你们几乎就要吓死人了 你们在搞什么 哎那是神的话 你要怎么解释 正硬里面说 宁可住在房屋的角质上 也不要以争吵死期的夫人同住 所以将来你结婚之后 如果老婆啰啰嗦嗦嗦你得到 你搬个个罗上去住 有顺平的交道 是这个意思吗 马赖福音十八章里面讲说 你们在地上有两个人奉我的名 同行祷告走 我在天上徒病院里面成就 我有两个人祷告就可以了 一个人不行的 咱们两个人祷告 你试试看吧 你们两个人祷告试试看 看谁会给你成就 现实生活里面有成就吗 今天我手上没有股票 找一个没有股票的人 我们俩平平祷告做 请你帮股票表彰 再跌一点我好买 另外两个人手上有股票 今天千万不能跌 咱们两个同行而已 而且绝对可以 同行而已完之后 上帝坐在天上就慘了 今天股票到底要涨了 这都是我儿女 手心也只漏手背也只漏怎么办 都在祷告 你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 今天是所以成功神学 能够恨行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 就是一个最大的错误 他就认为说 人今天本身来讲信耶稣 你要是跟人家信耶稣了 信耶稣有健康 有平安 有发财 一切都顺利 一大群人涌进教委 多好 你们的神太棒了 人家还要基因得了 你们不必 银行诚意就可以了 又便宜又好 是这样子的吗 三个月之后 一大批人又出去了 怕什么 还有另外一大批人会进来 我们跟神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今天基督徒到底清不清楚说 我接受这位真神为我预备的救恩的时候 我跟祂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在未来的两天 包括今天下午 我就要和各位 一同来面对这些问题 我们的神是真神 这本圣经是神的话 丝毫没有错误 但是你要好好地认识它 用正确的态度去解释它 我们预备好 自己很清楚弄清楚 我们心的是什么 然后你才能够在各样的处境里面 能够在你的关系 这个世代需要争光 问题是我们传的是不是神话 我们传的到底是神的话 还是人的话 还是神话 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都没有把握 我们将来就会变成是一个教匠 是一个教棍 而不是神的仆人 这里要弄清楚 我想我在跟你们继续分享之前 我要先跟你们谈一件事情 我要先建立一个观念 我今天会花时间跟你们谈 互教学的一些资料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 明天会再跟你们谈一点 实际学的东西 然后我们 虽然这个在神学院 两门课合起来是六十个小时的课程 但是我们在这边时间有限 所以那只能精简地跟你们报告 然后会留下 简单而又不太容易的作业 大家一同来学习 好好读圣地 圣灵自己会带领我们明白 但是我们要有一个谦卑的心 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你有没有听过有很多人讲说 宗教都是确认为善的 有没有 你会不会也有很多人 把基督教就定位成宗教中的一环 是不是 我想在国家的法律里面 基督教也就是宗教里面的一个 世界五大宗教 基督教 天主教 佛教 鬼教 道教 印度教 还有一个什么 反正这几个就是所谓的宗教 你自己怎么看 你认为我们是宗教 宗教是什么 我给你三个标准 你来认知宗教跟 我们的信仰真理的区别 你用这个证据划分下去 你马上就能够找到很辨别的清楚 宗教严格上讲起来是一种哲学思想 宗教是人看见世界上有各样的问题 苦难的问题或者是人落在各样的处境里面 没有办法处理这种问题 人运用自己的经验 知识跟自己的思想 去创造出来的一种哲学 叫做宗教 换句话说 宗教是在人的平面里面来看问题 所以像佛教这样的宗教 它可以完全不要有神的 佛教是无神的 而我们的信仰却不是 我们的信仰不是人类经验跟知识的累积 虽然有很多人这样定义宗教 宗教就是文化的产物嘛 以前还把它定位成是民性的盲性的 现在慢慢把它等为文化的产物 什么叫文化的产物 文化的产物就是我们大家生活在一起 在我们的生活习惯里面 逐渐的寻找出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模式 但是我们的信仰 从来都不是人自己所产生的 基督教的信仰是由神所启示的真理 当然我们会去解释这个部分 不过你先这样弄清楚 它的两个出发点其实不一样 一个是由人的角度 想一些方法来解决人的问题 一个是由神主动的来启示 当然你会说那先讲有没有神吧 先讲有没有神下午讲 你先把这个记清楚 先看这是两个不同的早元 举个意思来说 其实在主耶稣那个时代之前的时候 在希腊当时的所谓雅典的那种 希腊的文化思想里面 像柏拉图 苏格拉底 这些大哲学家的时候 他们那时候就有他们自己的 所谓哲学思想 宗教思想就出来 他们就观看嘛 看人世间的现象 你怎么搞得人有的时候 人蛮好的 有的时候人也蛮坏的 你发现人有的时候 也有善良的一面 可是有的时候 人也有恶的一面 以后他们再继续看看说 所有的物质界的东西 都会逐渐的朽坏破烂坏掉 可是人里面有一个 精神上的层面东西 好像一直是保持不错的 所以当他观察完了之后 他就想从创造出一种 他们从人的角度来思考 既然人都是这样子的话 那么应该宇宙之中 应该有善恶两个元素 所以叫做恶恶就出来了 一个善的管善 善的这部分打败恶的时候 人的善良那一面就出来了 恶的那一面战胜善的时候 人的邪恶的那一面就出来了 以后就看见说物质都是会酒坏 可是灵是好的 精神上面是不会酒坏的 那么因此就慢慢就发展成 肉体是慢慢邪恶的 肉体是属于物质的层面 是不好的 灵魂是好的 灵魂是善的 善恶二元论就出来了 所以当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 亚列八国都去新养的时候 雅典人说来来来来 你跟我们讲讲你什么道理 哇他们很喜欢辩证 很喜欢在那边人生的神去探讨 以人为本的这种精神来探讨 结果后来听保罗讲说 不过是讲到有一个人死了之后 又复活事情 讲死人复活这些事情 他们也觉得当作这一般的 这种闲台来处理 因为他是人自己所想出来的 所以后面就导出一个结果 哥林多前出第六章里面来讲 里面讲说这种这种 这种很明显的看见两个形象 因为是这种思想 所以就导演出两个生活的态度 一个叫做禁欲主义者 什么叫禁欲主义者呢 禁欲主义者的意思就是说什么 就是说凡事 因为肉体是邪恶的 灵魂是好的 所以你要尽量压制肉体的作为 让灵魂能够有那个善良的一面 能够出来 所以在哥林多前出第七章里面 就有人说男不禁女倒好 有人说我们干脆不要结婚了 因为肉体是坏的嘛 是邪恶的嘛 另外又有一种想法说说 不对你这个想法太消极了 肉体是邪恶的不错的 灵魂是好的 那你怎么证明灵魂是好的呢 就是如果越邪恶的肉体 就越显出灵魂的好 中国人讲出于你而不赖 所以就发展成重于主义者 既然肉体是邪恶坏 没关系尽量犯罪吧 你肉体反正就是坏的 尽量犯罪 犯罪完了都无所谓 更显出灵魂的好 重于主义者出来 哥林多显出第六章里面 就是这种现象 那里面看到连信徒 都跟苍稷糊涂肺肺 保罗后来讲说你要远避 对不对 人要为圣灵的人 为要守着自己远避隐形 你看见在这个里面的一些不同的样子 因为是从人的层面去思考 就只能导致这样的结果 区别信仰跟宗教 佛教也是一样 释迦牟尼本来是印度的一个王子 他自己的生活环境非常好 在皇宫之内享受一切附属 可是这个人有一点慈悲之心 所以有一天当他离开皇宫之后 去到印度的民间的时候 发现民间的日子 怎么跟他在皇宫里面差这么多 有些人是既得利益者 就无所谓 那是你家的事情 释迦牟尼亚有一点善民 他就说这个不对 所以到菩提树下去沉思了 去想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以后他想一想就想到说 因为人的私欲太大 每个人在自己的日子里面 都有自己的贪念贪吃 成这种欲望 为了要满足我的欲望 就是好伤害你 就是好彼此竞争彼此斗争 所以就发展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 那个思想叫什么 就是四大皆空 九色财气通通都空 放下来放下来 降低人类的这种私欲 就可以使人与人之间 比较和平的相处 这从人的角度去想出来的一个现象 同时也是想出来一个解决的方法 有没有办法解决呢 可以解决一时 但是一时不行 谁都跟你一样那么高潮啊 你放下吧 你放下我怕得更快 那怎么办呢 你就发现这样子的一个思想 这样的人家无法推幻 所以再往后延伸再推幻 再推幻就来 你既然不愿意做那就来了 来什么呢 那就来个西天吧 那就来个地狱吧 你如果不好好做 你要想上西天 要不然再来个轮回的思想吧 好好做人 下辈子做人 你不好好做人 下辈子就变猪 那好做人怎么可以做猪呢 但是因为是轮回思想 也不太清楚 那是什么样叫好猪 可以再变回人 不要管那么多 用一种方式 去让人 愿意去扶下来控制压制自己 你说基督教不也一样 你们不也有天堂 也有地狱 待会再来谈这一部分的问题 先谈从人的角度去创造的情况之下 大乎反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做 每一个宗教都是用这种方式来做 所以宗教都是劝人为善 宗教都是叫人 放下自己来 多做点三四点来讲 宗教都是劝人为善 这句话一点都没有错误 问题是基督信仰不是宗教的一环 它不单单劝人为善 它根本带领你做善 人今天需要的不是被劝 如果只是要讲做人处事的道理 不需要宗教 中国的仁与世俗五经已经讲得够清楚 我们的这本圣经里面 如果把神的作为通通抽掉的情况之下 讲人道的这一部分 一点不比中国的文化来得更高尘 圣经讲我们要谦卑 中国人讲满朝顺前奏义 圣经里面讲 那个马太福音里面 登山宝区里面的生活几率 你要人怎么待你就怎么样待待人 中国人讲己所薄于无私于人 圣经里面讲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而神的荣耀 中国人讲人非圣贤 谁能无过 活着无淡改 差不多啊 有什么更高深的呢 所以所谓的自由派 ribro 不信派 把圣经里面所有神的作为 通通合理化 通通抽掉 通通抽掉你还剩什么啊 通通回到这回去 是你信心为余的 本质上来讲 人碰到问题 想在宗教的层面里面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无可厚非 但是人太渺小了 你想了这么多 你到处里就是劝 所以劝了半天 人事件是越走越快 这是现象 我们的信仰 从人本 以人自己为本 越神 神启示我们 到神本 真就你为神 今天下午我要跟各位来谈 谁是神 有没有神 等你现在也了解 基督信仰跟一般的宗教 最大的区别在这边 我们不是人自己想出来的东西 不是巴勒斯坦 以色列这个国家 弹丸之地 他们想出来的东西 我们全世界跟着走 他哪个冲哪个算了 你为什么要跟着以色列人走呢 本质上以色列人 是神启示真理的一个管道 借着他 神与他们的互动 让我们来认知真理 所以你要了解 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认知 你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之后 我们再来看 怎么样的来区别这里面的不同 有的人会觉得说 基督教是全世界 所有宗教里面最讨厌的一个宗教 你有没有觉得 因为每一个宗教的包容性都很高嘛 你信你的佛教 我信我的灰教 你信你的基督教 大家相安无事 基督教是最讨厌的一个宗教 一天到晚讲 你这是家神 你不知道真理 只有我是真的 那极右派 这么偏激顽固干什么的 你会不会有时候蒙在这种挑战的时候 你也蛮辛苦的 你发现人家宗教的确认为战 人家还做得蛮好的 你不要每天到晚讲人家的战 还讲人家拜偶像 对不对 人家都没有讲我们拜偶像 对不对 那我每天到晚讲来讲来就这样 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到你处处的感觉到别被人家在 其实这个事情你也不会叹 但是你老大告诉你就是这个样子 光照在黑暗 你黑暗全部接受光 你讲得很清楚 可是你要怎么面对这个现象呢 这个其实道理很简单 有一个人 他有一位亲生的爸爸 然后他有四位干爹 有一天四位干爹跟这个爸爸一起开会 四位干爹就说你为什么非要做情爸爸 你这个人能不能骗鸡啊 你不能妥协一点接纳一下 我们大家都做干爹 你看我们四个人同样 我们都同意 我们都做干爹 你这个人的一票 孤僻嘛 你不能合群嘛 妥协包拢接纳 这这个人的品格很重要 你这个人非要做亲爹 不做班爹 不好嘛 你会觉得很荒谬 为什么 所有的干爹无所谓 因为你本来就是干爹 亲爹呢 我为什么要跟你们一样 我就是亲爹嘛 这就告诉你 真理明显的有排他性 今天以为是包拢接纳妥协就好 你知道为什么吗 十九世纪之后 今天到了二十一世纪的时候 叫做后现代主义 什么叫做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因为不相信有神 你知道不相信有神的最后结果是什么 不相信有神的最后结果就是 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标准 谁是标准 你吗 我吗 大家做的教育程度差不多啊 干嘛听你的啊 你有你的想法 我有你的想法吗 刚开始我们还吵架 非要拒一争 真的半天发现也争不赢 因为反正都不是最后标准 以后就在这个争吵的过程里面 学会了一个功课 而且要吵架吵了半天 干什么辛苦的 不知道大家面红耳饰 这都不舒服嘛 好 钱啊 你可以主张你的 我可以主张 你爱同情恋 你同情恋 无所谓 你过你的日子 我不同情恋就好 我干嘛想你 你喜欢搞婚爱情 你老婆不讲话我讲什么话呢 对不对 包容 接纳 妥协 后现代主义的特性 凡事不这样做的人 就是极端 就是偏侠 就是保守 其实我们碰到的问题 跟真爸爸 跟假爸爸的意义是一样的 这个世界不相信有神 所以他没有标准答案 没有标准答案 他就会形成这样子的一个生活 社会观众 今天的关键是世界上 到底有没有神 如果没有神 基督教就这个胡搞瞎搞了 一个阔代年来比较好 应该搞什么东西 但是如果有真神 有真神就不是这么来的了 所以你要先弄清楚 基督教不是宗教里面的一环 你不是选择了一个西方的宗教而已 这是有一位真神做起始的真理 好 所以你有这样一个基本的了解之后 我来讲三个便秘的方法 我可以把西装脱下来吗 第一个 请你区分 宗教跟信仰 真理之间的一个区别 第一个是人造神 还是神造人 很重要 这个基本的一个认知 你知道我们的头脑 我们的理性 我们的头脑是神所造的 基督徒千万不要走到一个领域里面 就是把头脑理性通通丢掉 我们只要用感性去真实成就 那错了 头脑神所造的 理性绝对可以被满足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理性不够用 理性被满足之后 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里面 信心发挥它无限大的功能 但是理性要被满足 理性如果不被满足 就变成迷信了 什么叫理性 19世纪以后 在整个西方的文化世界里面 改变了之后 理性主义抬头 什么事情都用理性来判断 合理我们就接受 不合理我们就不接受 是不是 什么叫理性 你有没有想到理性怎么来的 理性就是人类的经验跟知识的累积吗 人类的经验跟知识的累积里面 这两个和谐是我们今天构成的理性的基础 那请问一件事情 人类的经验有多少 人类的知识有多少 人类的经验 汗汗汗汗汗合起来 五千年的历史吧 六千年的历史吧 你就是在这么多里面就知道经验了 你的知识有多少呢 我们的知识今天 连英和系都挂不出去 泡汗的宇宙里面来 我们还在英和系里面打断了 你就这么点东西 我们现在的历史加上一点点科学在上面一点认知 你就想来判断神啊 合理的才接受不合理的就不接受 不是 但是理性不是完全无用的 理性很重要 因为它至少是一个基本的根基 如果连理性都无法接受的情况 这下说你其他什么东西 我们基督徒是一群接受理性的 但是我们也承认理性不够用 理性是可以被接受的 但是理性不是判断一切事情的最后标准 不是 它没那么大 它可以被满足 我可以跟各位解释 我们这回来的两天课 可以解释 你怎么样从圣经里面看见理性 你绝对可以被满足 所以 那么你就用你的理性来判断吧 如果真有神 这个大前提 如果真有神的话 请问是人造神合理 还是神造人合理 来 回答这个问题 人造神合理还是神造人合理 哪个合理 神造人 神造人 当然是大的造小的嘛 你怎么可能你去造一个 还是你造出来的人 然后他做神 当然你可能会为我第三个答案出现是说 控制 有的人可能会说 也不是人造神 也不是神造人 因为根本没有神 所以人是从进化来的 对不对 今天很多无尊论者就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明天照常来处理这个问题 进化论到底是不是科学 进化论今天在西方的文化世界里面 一直在什么位置上面 进化论的根基是不是都已经被推翻了 我们来谈 不过今天先来谈这个问题 从理性的角度来看 当然是神造人嘛 大的 能力强的 伟大的那位来造人 怎么可能人自己 你去造了一个神 你比他还大 你败他什么东西呢 那么如果这是一个辨别的标准 你就去看 所有的宗教跟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来讲 那个神 所有的宗教都是人造神 释迦牟尼是什么 穆罕默德是什么 关公是什么 妈祖是什么 玉皇大帝是什么 观世音菩萨是什么 全是人造的 中国以前的皇帝 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封两个神 怪不得后来我们有一本书叫封神榜 奇怪 所有的神都是我们造的 你造一个神 然后你去拜祂 慌不慌没有啊 我们的神 不是人造的 你从圣经里面 你可以看见 以赛亚书耶稣多处的提及 神是自有永有的那一位 第一个辨别的基础 到底是人造神 还是神造人 第二个 到底是人造神 神还是神造人哪一个更合理 好 请回答我 神造人容易还是人造神容易 神造人 他就说 他就说 躲好了 三秒钟都抓出来 鬼诈的爸爸 以后他说 那爸爸换你去躲了 我可以去躲 后来他就说 爸爸躲好了吗 我不想 你去躲好了吗 看什么呀 你还藏得到我 看他能力大了 你怎么去找他嘛 所有的宗教 都是人造神 古时候的人 看到难度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看见一棵好大的树 这树为什么长这么大 白树 以后看到这个石头 怎么这么大 白石头 再过一段时间之后 看见树跟石头不动了 又看到牛 牛怎么这么大 哇 这么多牛 拜牛 拜鳄鱼 到处乱拜 以后发现拜这些东西 这动物啊 拜人 造出一大堆神来 人造神 你造不到嘛 宇宙万物是神造的 你连银河系都跨不出去 你怎么找他呢 爱因斯坦有一次 跟一群不清楚的科学家们在讲说 请你们告诉我们 你对科学的认知有多大 宇宙太空的科学认知 那些人一看说 爱因斯坦才问的呢 谦卑一点 说爱因斯坦 我们大概对于整个太空宇宙的认知 大概只有百分之三 爱因斯坦就问他说 你只有百分之三 我该你还讲多了 不过就算百分之三 那么请你告诉我 当你所不认知的那百分之九十七里面 上帝存在的可能性要多大 你只有百分之三呢 你就在那边讲说没有上帝 没有上帝 从理性的角度里面来看 如果真有神 当然是神来找人比较合理嘛 人怎么去找神 你怎么找不到嘛 我们圣经怎么样 约翰福音第一章怎么讲 太诸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后面讲道成了肉身 匆匆慢慢的在我们中间 有恩典有正义 什么叫道成了肉身 就是神来找人 他来嘛 所以说不是你们拣选我 那是我拣选你们 是他来到人的世界里面来讲 从理性的角度里面来看 所有的宗教自己去找人 我们的信仰神来找人 第三个是最重要的 请你用理性来回答我 如果真有一位神 到底是神听人还是人听神 比较合理 请说 如果真的有神 到底是神要听人的话 还是人要听神的话 哪一个比较合理 人听神的话 当然是我们小的听那位至高的嘛 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他的意念高过我们也 当然是我们听他的嘛 但是你如果用这个标准去分所有的宗教 和我们的信仰 你会发现一件事是什么 所有的宗教不管你怎么样子的包装 你骨子里面就是要神听人 对不对 我们常常讲说这个宗教信仰里面 这个宗教里面所拜的这个神灵 什么叫灵 灵就是我要的你给我做到 你听我话嘛 我给你穷嘛 灵了你给我送沙子牛给你啊 他沙子猪给你啊 因为灵嘛 我盖个苗给你嘛 外面进行早晚三度想你在干什么 哎呦我儿子考大学了 慢慢你保佑保佑保佑了 我们用各样的方法 需要这位神听人 对不对 我年轻的时候 考联考 那时候考联考考六科 国文英文物理化学数学 我们考六科 那个时候教会给我们一个方便 说考前一两个月 没有地方家里可能 教会提供一个空间 大家去教会读书 我们十几个人都在那边读书 哇好辛苦 他就发现中间 我们中间有一位同学 他在那个考联考前两个月时间 只读一本书 圣经 在一天读 尽情都不得了 那两个院之间 他把圣经读了一遍 考得不得了 以后我们大家考连考 大家都考上 就他没考上 他就很生气 他就跑去找那个辅导说 圣经不公平 我如此敬虔的安静的读圣经 为什么我考不上 那个辅导回答得更好 那个辅导说 各位同学 联考考六科 你只读一科 而且你读的那一科还不考 你以为上帝的智商跟你一样 这么好语弄他 人家不学几年 好好好念书 你在那边读一个 两个月的圣经 上帝就让你考上大学 如果真有一位这样子的上帝 这位上帝就是非不分 加拉太主里面讲什么 不要自欺 神是轻漫不得的 人种的是什么 收的也是什么 顺着情欲撒中了 就从情欲收败坏 顺着圣灵撒中了 就圣灵收永生 你以为读圣经就是进钱吗 你的读圣经还在跟上帝交换呢 你还在做生意呢 别人读六颗辛苦不必 我只要读一颗 然后上帝在天上就傻乎乎的 哇好棒 别人没有读生就你读 比你最好啊 你考到大学 你真的要读一颗 你去读神学 不是这样子的 人用各种方法包装 你知道 今天有多少人在教会里面 跟神的关系还是这个 要不要诚实地去看 我为什么要奉献金钱 我为什么要做圣工 我为什么要去参加宣教 我要我做什么 上帝我做了这么多 那么我要的你给我成就吧 我们夫妻关系两个人不好 神啊 我去教会洗厕所 做圣工奉献 你要改变我的妻子 你要改变我的丈夫 我告诉你你在做梦 上帝这么好利用的 洗两个厕所 你就解决问题了 怎么重怎么收 你要改变你的夫妻关系 按着圣经所启示的真理去生活 下宝座让主掌皇权 改变自己的个性 神的处就从天上而来 你洗完厕所之后 唯一干净的是厕所 不是你的心 你根本用错方向 你想利用上帝吗 我的儿子不用功念书 整天在家里晃了晃了 我在教会里面拼命尽情 奉献上帝能来考上大学 你以为上帝如此愚昧无知啊 我们把人与人的关系都投射到神身上去了 今天有的人发现我在身边祷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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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好久 神就没有成就 我告诉你继续祷告下去也不会成就的 因为你的方向根本错了 不会成就 不会成就我们来进食 二十天 三十天 四十天 看看上面要不要成就 一个妈妈在厨房里面切菜 切菜 切菜 一个两岁的儿子在旁边看 妈妈妈 你给刀子好好玩 你给刀子切得好棒 我也要玩 妈妈说不行 你现在太太不行 你不给我玩 我不吃饭 进食 今天不吃 明天不吃 三天不吃 妈妈说好 刀给你玩了 妈妈一巴掌就过去了 不吃饭 你搞什么东西呀 你如果以为进食是交换上一个恩典的手段 你就跟这个小孩子一样 你在利用上帝 我要做生意了 风险很大 上帝 我先风险钱 我风险这是你的 你保守 拉斯维加斯有一个牧师 他要建堂 他要建堂之后发现没有钱 怎么办 利用者们没有回应 怎么办呢 他就把教会的奉献拿去 拉斯维加斯去堵 然后他都做一个事 在上帝面前做一个祷告 主啊 赚的每一文钱都不会放进我的口袋 都是给你的 好不好 讲好了 哇 赌 一赌完 输光 我不是讲好了吗 每一文钱都是你的 哇 你觉得这个牧师很棒吗 你也在利用神啊 你用一个崇高的目标 然后以为上帝就要被你怎样支配 第一个 到底是你要建堂 还是上帝要你建堂 第二个你要建堂 为什么弟兄姊妹不做 哎呦 弟兄上帝 我们要建一个堂给神 结果你是赌博 我来叫神给你一个 到底是你要神赐给你一个堂 还是你建堂给他 你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以为挂了一个title 很好听 啊 我要建堂 其实骨子里面 根本违反属灵的原则都不知道 自己以为自己很精简 所以上帝就教训你们 那个教会就说 牧师对不起啊 我们也不要你赔了 他说我们真的没那么多钱赔你赌了 你去吧 所有的宗教骨子里面要做一件事情 人为本 对人所造的偶像 然后要那个偶像来成就骨子 所以你在这种情况 有啊 有的时候他们很厉害 我告诉你 因为是这个动机 你就可以撒但大开方便之门 这叫做给魔鬼多地步 偶尔略思想 会给你的是撒但不是神 然后就辱对你的心 我们的信仰最重要的关键 人听神 这本圣经 你要不要看这本圣经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今天撇开我们基督徒的角度来看 你把这本圣经拿开来 这本圣经里面写的是什么 中东有一个国家 以色列 蛋丸之地 这个民族的一些历史发展 到了新约的时候 这个民族里面有一个木匠的儿子 叫耶稣 这个人在游圣之年 三十三年半的时间里面 直接在他最后三年半的时间 然后这个人做了一些很奇特的事情 以后他就死了 死了之后就复过了 然后有一群他的本徒 就说他复过升天了 以后这个福音就开始传开来了 就这么一个记载 这样子的一本书 凭什么是现在全世界发泄量最大的一本书 这样子的一本书 今天在全世界有四千多以上的语文在翻译它 凭什么 啊 以色列 Who are you 凭什么 全世界今天圣经仍然以每年上千万本的数字在往前发展 2010年中国爱德基金会已经在中国发行一亿本圣经 东方的每个书现在要拿一本圣经一点都不困难 为什么 好歹也是我们中国的人语吧 这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产物啊 中国人的文语发现还有这么大吗 有翻译这么多这种文字吗 要不然在欧洲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的著作是好吧大家都在读吧 有翻译这么多吗 有这么多文字吗 你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你根本无法解释这件事情 你从理性的角度来看你根本无法回应 你根本无法回应 因为这是神的心意 神要让人去明白 神让神经常来 你要听神的话你听什么 昨天晚上神在我耳边讲一段话 上帝跟你讲的是做梦还是英文 你怎么知道那是上帝讲的话 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 上帝告诉我 你知不知道是百人梦还是什么梦 有人跑来教会告诉我 牧师我昨天晚上做了梦 你要不要告诉我这些梦怎么样 我跟你讲我不是太义 把圣经去查验 一天晚上做梦 日有所思 夜如所梦 神在他自己的主权里面 让这本在人看来 绝对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发泄量 这么大的翻译文章之间 却让全世界成为一个事实 放在这里 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上帝要我们听他的话 没有这本书你听什么啊 你知不知道所有的宗教都喜欢搞一个玩意叫做蜜 叫做奥秘 有没有 你们都不知道很多事情 只有本人知道 本人有一个天气 本人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昨天晚上又遇到谁了 就给我看见一个什么样 看见了我来告诉你们 很多宗教也喜欢搞这个 大师级的人物 所有灵界里面的交往 所以你们听我的 你知道如果是这样的玩法的话 有几个大危机你知道吗 第一个 我怎么知道你真的看到 是你胡说八道还是真的有 第二个 我怎么知道你把你看到的都讲出来了 你会有报喜不报忧啊 还是一天那晚报忧不报喜啊 第三个 你有没有加油天柱啊 有没有删掉一点东西啊 把你自己的意志也放在里面啊 我唯一能够做就是把我的心情 建立在对你的信心上面 我相信你是想的吗 宗教很喜欢搞这个玩意啊 所以你看很多的宗教里面 都树立一个所谓的领袖 然后你就跟着我走到大师级 走路有风门 这是人搞宗教的东西 我们是神所造的 我们的头脑是神所给的 神知道我们的需要 所以上帝用很特殊的方式来指的是真理 上帝借着祂跟一个民族的互动 这个互动记载在圣经历史里面 随着历史的发展去启示真理 我去查嘛 主耶稣复活的这件事情 我们过两天会讲 保罗在哥林多前出的时候就讲说 主复活的事情先给本族看 先给使徒看 后来一时时间先给五百族人看 保罗说这中间还有很多人 罗金还在 你们去查嘛 哥林多祖后五十五年写的 主耶稣祖后三十年定时之下 二十五年之内 同一世代人都还活着 就起来这里去查嘛 没有什么很奇怪 只有我知道你不知道的 今天我们要检验一个讲台上面 是不是讲传了神的话的话 是用圣经来查验的 我们传道人叫什么 叫传什么 传道人 传谁的道 神的话 讲台上不要乱讲自己的话 你就发现一件事情 你是用什么 你用这个来查 上帝用这么奇妙的作为 就是要形成一个很重要的证明 那个证明就是 人要挺身 你知道吗 这是基督信仰里面最重要的优案 今天有多少人有所欲求 有所不能漫渡 有所困难 他不会进到宗教里面也要 或者他进到基督的信仰里面来讲 他骨子里面想做一件事情 那件事情就是 神你听我 照我的方式结果什么问题 结果就发现有许多人 你在这样的祈求里面失望 所以就告诉你 为什么后来基督教信仰变成极乐的 你这样 你要的神也不会骗你 至少将来要上天堂 但是我老实告诉你一件事情 如果你在有限的精神 你不能够经历到神 是那位又真又活的蛮有实爱的 跟他的连结生命里面带来真正的人 所不能夺去的平安跟喜乐的 你怎么知道有天堂啊 天堂是哪里啊 启示录讲新天经地 那里面讲的是将来永远与主同在的地方 对不对 你将来永远与主同在的地方 你今天与主同在 你都体会不到与主同在的好处 你将来永远跟他在一起 你们搞了没了 你要赌博啊 以佛所族第一章讲说圣灵是神座 赐给我们一个职 职压在我们心中 顺服圣灵的人生命被改变 体贴圣灵 刚刚讲说 体贴圣灵的乃是永生 顺服圣灵的乃是永生 你看看这里面来讲 上帝给我们去经历 一个人不能够在有限的精神里面 经历到神的丰盛与实爱 你说你将来有天堂 你在做梦 你还在那边等 你还在读 神经太宝贵了 你要从神的话语里面去学习 改变自己的态度 如果他连他的儿子都愿意给我们 还有什么你说要的他不愿意给 那如果他不愿意给我 到底是他不给我 还是我拦住了他给我 去思想这个问题 我们不是讲我们的神从不误实 也不误实吗 如果你有的时候觉得神的动作太慢 上帝做事从不慢 是我们悔改转向祂转得太慢 以色列人如果当年听先知的话 南美国就不会亡国 亡国之后才学会了功课 转向神 太慢 神的确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入那一位 但是他也是断不移有罪为无罪的那一位 位置 我们基督徒是听神的话 而不是叫神听我的话 很重要 你如果在神面前摆正了自己的位置 行在祂的光中 你让祂成就祂一切的事情 我这堂课是到几点钟的 我可以叫祂建东 我通知我自己可以讲一个半小时 十点半 十点半 OK 你看圣经里面有个例子 我就跟你很清楚就明白了 上帝不无事 约瑟 不是刚刚这位顾约瑟牧师 顾约瑟牧师在爱族 按照人的想法 你做对的事情 就应该要好事有好报了 他做对的事情的结果是什么 下到牢里 神啊 你在哪里 我做对了 我做错了 下到牢里 我认了 我做对了 下到牢里 我冤了 约瑟的坚持是什么 他忍耐 他坚持走他做这件事情 是不是 坚持 通过考验了吧 应该可以及格了吧 以后关在牢里面 神与他同在 御政管理的好好 九政跟三长两个人下来关在那里面 约瑟会结梦 又结完梦之后 就告诉九政说 你出去的时候 请你记得我是被冤枉提醒我 结果怎么样 那九政忘了他多久 忘了两年 一望忘了两年 约瑟又关了两年 不是两小时啊 不是两天啊 又关了两年 上帝务实又务事 务事是他做对的 你没保护他 务事是拖了这么久 你没干 可是等到有一天法老做梦 约瑟就一夜之间被提上去 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问你一件事 你一定会想过一件事情 一个以色列人巴勒斯坦的 一个以色列人的一个放羊的孩子 你凭什么去做埃及的宅相 就靠你会解梦啊 就靠你会解梦啊 法老一天那晚做梦 做了两个做梦梦已经解完了 你要做埃及的宅相 埃及 物理化学数学很高的耶 你一个放羊的孩子你会什么啊 你凭什么去做埃及宅相 凭的是你艰辛以赖以和华 凭的是你在各种处境里面 你站稳在神明的立场 凭的是神与你同在 给你属天的职位 凭的是你透过这么多的考验 证明你可以成为那个职份上的人 你知道吗 这叫做人听神嘛 你只管在你的处境里面做你该做的 其他人交给神嘛 你怕什么 大卫 从瘦高的那一天开始被逼 他也不是我要做吧 你自己来高 高完了开始扫头看得起他被逼 跑 杀他追他逃 在旷野里面有一件机会来 这个王居然上厕所上到我的洞口 有没有 扫头跑去上厕所 大卫在洞的身处 起来 上厕所不方便嘛 不会危机嘛 错他一道就解决了 所有的苦难你可以解决 但是这个摆明是神给我的机会 你看到没有 怎么会刚好跑到我洞里面 要怎么在我洞里面上厕所 这一定是神给的机会 上 大卫怎么说 我岂可 我岂敢伸手海也好 他的手高者 他真是伟大 这个人是神高的 神没有叫我杀 我怎么敢杀他 这是原则 不是 不是借着环境来解释 是借着原则来说明 今天基督徒有的时候 在环境里面原则不见了 他占助你 再来一次 在荒野 扫罗水在云中 居然周围所有的兵都睡着了 这个大概是接近神迹了 怎么可能所有的兵都睡着了 你往那边 大卫的水中南亚的 王啊 这次一定你我去 刺一枪掉 一枪就把他刺透了 就解决问题了 大哥不可以 去把他的枪跟水平拿来就可以 两次不杀扫罗 扫罗出来说 哇 我儿啊 你比我公益 回去了 马上又回来 扫罗的回来就是这样子 两次人下 大卫做对的事情 不敢杀耶和华的受高者 结果呢 结果就继续被逼迫 少了继续追杀嘛 继续逃嘛 继续在旷野嘛 最后把他父母亲 还要送到外邦人的地方去嘛 神啊 你在哪里啊 我都遵循你的旨意了 我都做对的 你怎么这样子 神啊 你没有听我的祷告 扫罗跟非以色人作战 战死 亡死了 总算人到我大卫了 神经怎么记载 大卫在西伯伦做亡七年 以后以色人人全部才迎接他做全以色人的王 扫罗都死了 他还不能够做全以色人的王 那如果在旷野的时候 大卫就把扫罗给杀了 你想他可以做全以色人的王吗 你做的何不神的心意做对 实现在神的手上 祂是知道将来的内部 只管做你做的还是真 圣经一直给我们看见这些忠言 人不要去指挥神嘛 我们很喜欢被赛亚初的经文说 我主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我们很喜欢唱这首诗歌 可是这些事情如果临到我的身上 比如说主啊你的道路低一点吧 你能不能稍微配合一下好不好 我们常常有在神的面前讲说 神啊来不及了 你再不这样做完蛋了来不及了 我常常有跟弟兄姊妹讲一件事情 你知道我们的神是永恒的神对不对 那对永恒的神来讲有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是什么事情你知道吗 就是他没有来不及的问题 他永远独转 我们在时间内我们才有来不及了 永恒的神有什么来不及啊 永恒的神都看回你 我们常常在时间之下被压缩成 那个看法判断都偏差了 上帝更看重的是这个人 我们觉得说你再不做事情 我要失去这个失去那个了 我没有办法了 我们的神看见他最怕的是 失去我这个人 你知道吗 所以他要借着各个环境做他的工作 你有没有看见 从人所创造的宗教 跟从神所启示的基督的信仰的真理 它本质上的落差有多大 那问题是说我们了不了解 我们会不会有很多时候 带着宗教的这一个观念 进入到真理的信仰里面 所以难怪有好长的一段时间 我们在神的恩福之中 却没有办法想做父亲 因为你用错方法 你老想叫那个神听话 老想用我作为主 我这个生命是不被改变的 然后主你要改变环境 所以到最后我们就觉得失望了 求神帮助我们 用正确的态度去判断 请问一下 三个标准再复习一遍 人所创造的宗教 跟神所启示的信仰真理 三个辨别的基础 第一个 到底是人造神还是神造人 哪一个 神造人 第二个到底是人造神还是神造人 第三个 你把这个三个标准一放下去 你把这个三个标准一放下去 后世西里面 我问你一件事情 福音为什么会是羞耻的事情呢 你能回答我吗 保罗说 不以福音为止 福音福音好消息嘛 为什么福音会变成一件羞耻的事情呢 今天在这个世代里面 有多少基督徒愿意为福音的缘故 占稳付代价 不以福音为止呢 你知道福音为什么会被当了羞耻的事情 因为福音是真光 真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就不接受光 黑暗不才能接受光 黑暗还要对付光 你知道吗 我们很喜欢读登山宝剧里面有八福 八福的最后一步是什么 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天国是他们 为义怎么应该受逼迫呢 为义应该是得奖赏啊 你有没有看见圣经的真理 你要赞吗 你不要怕付代价 你如果真的知道你所信仰是真圣 不是人所造的家神 你就不会胆怯 你就真的变成基督精兵了 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基督精兵不多 跟上帝谈交易的蛮多的 求神帮助的 上帝这些年大大的赐福中国 中国在所有的经济上面冒进狂飞 全世界的人今天对中国刮目相看 今天美国看到中国的浪山坡 我们扬眉吐气 中国五星人历史里面现在最强 但是不要忘记 现在也有现在的危机 人有钱就发烧了 贫贱夫妻百事爱 饱暖就私孕育 人赚钱是为了要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可是今天却发现 人有了钱的时候 家庭反而没有 你就看这些物质跟生命哪个重要 你终于明白为什么神爱世人 要把他的独身子赐给我们 因为他把独身子赐给我们之后 我们才能够恢复跟这位创造语度的真神 建立正确的关系 以后你的人生观价值观 才能够在基督里变成新造的人 而这个是真正蒙福 这个世界已经给我们看见 如果只有人的技能跟智慧跟知识 你就可以使这个世界富有起来 但是随着富有而来的是更大的问题 唯有耶和华所赐的福 使人富足不加上忧郁 这个世界所造出来的福 使人富足就加上一大堆忧郁 你终于明白神的智慧 神的道路高过我们道路 神的意念高过我们一年 生命被改变 比生活被改进更重要 为什么主耶稣在他的经文里面有一段话讲 大家都很害怕 听的一本是说 凡为我的名会 为我的国度里面 抛下妻子房子土地儿女的这些人 没有不在今世德百倍来世德游子的 很多人一看到这些经文就昏倒了 我信耶稣就是要有妻子 有儿女有土地有保守这些东西 怎么还把这些放下呢 爱我若不胜过爱这些人 原本更厉害 恨这些人 我老天爷的基督教信仰太吓人了 你以为上帝在跟你争这些 争你的妻子儿女土地房子这些东西 天地万物都是他 他在跟你争什么 那些经文在告诉你 派阿尔亭持续 今天人想利用神 儿子妻子女房子 这些都放在前面 上帝 我都搞不好了 帮我忙 帮完了之后 现在帮我好 谢谢你去忙别人 神中是你先尊神为大 你的生命被神改变 当你健康的生命里面 你再来面对你的人机关系 妻子儿女 面对你的物质环境房屋土 你把这个次序摆对了 耶和华所赐的福 食人富足不加三十 你如果不掌握住这些属灵的原则 你要跟神对着干 按照自己老我的生命来做 你就仍在宝山空手而回 所以像今天的第一堂课 我就跟你们讲 区别这两个最重要 所以你要认清楚 基督教的信仰 不是宗教你们的一个 不管它世界上怎么讲 我们是神所启示的真理 为此守闻来 葬闻来 下午我会跟各位来谈 那我们就一个人来谈 到底有没有神 谁是神 我们来看这些真理上面 让我们能够明白 怎么样在神所启示的真理里面 我们扎根在祂的手上 那老爸是我教杰人的肚子 阿们